小組靠近出租套房這一戶 破門攻堅 睡目中的目標瞬間下行 逮捕行動讓目標當場就範 嫌犯只穿一件短褲遭到制服後 藏放在身邊的關鍵證據 也被搜出 刑警查獲三把槍 還有13發子彈 為了偵辦 發生在1月29號深夜 彰化大村鄉一處民宅槍擊案 警方不費一槍一彈 將涉案的現性嫌犯逮捕到案 二十個小時過去案件火速侦破 警方透露身性多疑的現性嫌犯 不僅不滿金錢糾紛 疑似遭到黑吃黑 還曾在二零二二年的一月份 車輛包抄讓嫌犯無路可逃 謝姓嫌犯被警方一把拉下車 當場壓制 就是為了喬金錢 債務不滿被冷嘲熱諷 謝姓嫌犯當時氣得開槍 造成被害人手臂中彈 當時犯下的案件都還沒服刑 沒了到為了金錢糾紛 竟然又開槍 你看十三顆的子彈 如果再讓他隨便開槍的話 任何都有可能 我們鄉親任何人都有可能會 受到傷害的 相隔一年又一個月 現性嫌犯兩度犯案 兩次都跟槍支有關係 最終災在檢警手中 遭法院裁定收押 三日新聞許說的 彰化採訪報導